为什么拜登要推动乌克兰攻击俄罗斯 难道这是开始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做准备吗 大家好,我是罗普强 欢迎来到富强观察室 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 为什么拜登政府要推动乌克兰攻击俄罗斯 最近以来乌克兰大有进军邓巴斯之举 为什么乌克兰突然敢于对俄罗斯变得如此强硬呢 3月24号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签署了一项命令 乌克兰的官方政策是从俄罗斯手中夺回克里米亚 这份文件也得到了美国人的支持 在乌克兰宣布要夺回克里米亚之前 拜登还声称克里米亚是乌克兰 2014年针对乌克兰的政变 那个主要的设计师是谁呢 就是现任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那么他现在继续教育鼓励乌克兰人 承诺美国将全力支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 很多美国人也感到奇怪 为什么他们这些人比乌克兰人还要关心自己的领土完整呢 为了布格诺和本月早期时候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打电话给乌克兰防长 承诺美国将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的主权 由于美国认为赫里米亚是乌克兰的领土 那么显然这就是美国方面 在为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开绿灯 豪斯丁方面也支援了大量的武器 在过去的几周里已经向乌克兰方面输送了大约300吨的新武器 而且有更多的武器正在运来 普京下令集结重兵 移进乌克兰的边界并举行军事演习 2014年乌克兰发生政变 政变之后美国还不甘心 他们要把这个地方变成世界的火药桃 要想通过这个地方发动世界大战 为什么 因为在美国人的眼里 俄罗斯是最大的威胁 拜登政府就是这样给俄罗斯定位的 那么要把俄罗斯高垮很显然就要找到战争的借口 就要挑起战争 那么乌克兰军队对邓巴斯的进攻 如果真的发生的话 谁将承担最可能的责任 谁来承担血腥混乱的风险呢 避免在邓巴斯发生这个军事冲突的机会 几乎是不存在的 因此乌克兰武装部队全面进攻应该可能很快到晚 乌克兰已经做好了一些准备 根据欧安组织特别监测的团队称 那么大量的乌克兰部队 已经集结在该地区做好了军事行动的准备 至少有600同样装甲车和很多的部队 在接触线的附近 已经部署完毕 邓巴斯那个地区似乎只是一只待宰的羔羊 对于乌克兰来说 可以理解的是现在不惜一切代价夺回邓巴斯 顺便把俄罗斯拖下水 在这种控制之下 美国将迫使柏林 放弃东北系二号 然而不仅是克兰斯基或者拜登 而且克林布林宫也需要在邓巴斯的胜利 也就是说三方都需要在那个地方取得胜利 一方面 战争是克兰斯基对抗政治动荡的最好手段 第二个呢 战争还会分散俄罗斯社会对负面因素的注意力 那就是不断上海的物价 和卢木的猛烈的下跌 俄罗斯现在必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即什么对他更好 一场小而形象的胜利战争 可以肯定的是 这场战争实际上是不可能那么小 也不可能那么容易取得胜利 甚至是相反的 到目前为止 外界很来采测 普京最终会选择哪种方式解决邓巴斯问题 然而我们不应该忘记 对哥鲁吉亚采取军事行动 保护南奥塞地是一回事 与乌克兰的军事冲突又是另外一回事 不过俄罗斯在 邓巴斯的战争当中也无力可图 因为他显然 马上就破坏了国内政治局势的稳定 因为战争几乎发生在俄罗斯的边界上 双方的难民流动对俄罗斯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更关键的是可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 而美国促使乌克兰向俄罗斯发起进攻 根本目的就是要把俄罗斯拖垮 甚至是彻底搞垮 赵良认为 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敌意是人为制造的 而美国人搞地缘政治对手的结果 一切都将取决于局势向哪个方向发展 好 本期话题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 本期话题